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网商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第一财经财富人生栏目的主持人叶蓉,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下午和大家相聚在一起,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一个半小时。 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是创业者论坛,那么可能大家会跟我一样好奇,为什么组委会会请到这两位看似有极大差异的两位嘉宾来进行对话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试图跟阿里巴巴的同事们进行沟通,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请到今天这两位嘉宾? 但这几个朋友非常有意思,都是相依的看着我,然后说你说呢? 然后我今天不要给大家说出一个为什么,实际上我也很疑惑,因为在我的眼中,他们两位真的有太多的不同。 首先咱们来说这个体格上就是一壮一瘦,一个是传统经济,一个是来自新经济IT。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善于作秀,同样的激情自欲,都善于吸引眼光,我们的牛总有超级女生,我们的马总有雅虎搜心,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财富黑马。 同样,我觉得今天在世人的眼中,他们是同样的成功,但是过程都是一样的,另进了曲折。 我不要在这儿赞助大家更多的时间了,首先请出我们的猛牛掌门,中国牛人,牛根生先生,有请。 请出阿里巴巴董事剧主席,马云先生,有请。 刚才我介绍说两位都是激情自欲,那希望我们今天下午的对话,也同样能够给大家留下激情自欲的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好像开头有点紧张,我们先缓他一下气氛,先听听两位嘉宾,彼此在对方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牛总,您是客,您先来。 可以吗?没事。 这个就可以。 对,对,对。好。 这个非常的高兴,这个今天上午九点半呢,从欧洲到上海,赶到这个地方已经不早了。 所以呢,能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网上这个活动,我参加网上的活动很少,这个对网的情况呢,不是很熟悉。 所以呢,小马同志的期末,所以呢,我想的话呢,那就是能中进不如宠映。 所以呢,杭州来的也少点,上海也多一点去。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非常好奇,来这个地方参加网上的活动嘛,这个确实我觉得蛮有趣。 所以呢,特别的高兴,把飞机票,本来应该是明天回来,用赶明天,压缩了一下学习的时间,那么就早来一天。 时差有没有,刚才马远问我,我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要有的话,是明天后天,今天可能会不会。 感觉到马,还能对得起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对得起所有的网民。 好,谢谢。 刚才这个,我这个问,您没有正面回答,就为什么你口中这个小马,疫情与你就到,而且机票改签,时差也不倒,那么马远在你心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因为这个耳机那个,你注意一下,可能大家都听见听不见,我是听不听的。 这个是不是当一个好多企业掌门人必修的一个,这个绝技之一,就是听见没听见的问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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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咱们换手持吧,把那个。 嗯所以说,你问我眼里的小马是个什么样的马? 是一个瘦马 我看见什么 第一的感觉是瘦马 那么第二的感觉呢 是一个快马 第三的感觉呢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批净土 净马都没进去 就商业上的净马 没毛病 如果留出印象的话呢 因为在我们的同学里面 长家商业的同学里面 最好他没去 就组织这些大会了 他没去 大家都对他这个评价的话 跟我的态度差不多 就说是马云呢 马总没去就搞成那个 我把里面放在 有几个几个称号吧 有的是导弹的 有的是捣乱的 他是个比较好的学生 比较优秀的 比较精明的 同时也是对自己门前 血少得最好的 其他事情他都不在管 把里面其他事情都管 好像跟他们关系似的 我自己感觉嘛 听过那么点意见 马云对自己家门前的血 那少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谢谢刘总 马总 在你得到对的情报当中 刘总是个什么样的 我首先觉得他的眼光 要是我瘦嘛 我听说过 说我快嘛 我也可以 说我俊嘛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说过 眼光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看这 我那时候我长得特色 我那时候我长得特别俊 很少 五岁我俊 那就是你眼光真不一样 我觉得老年我 我觉得 认识的几年下来吧 我觉得他特智慧 特别智慧 特别聪明 而且还特别实在 他是我同学里面 我最欣赏的同学 我这次特别感谢 因为在几个月以前 准备搞这个网上货的时候 他准备去欧洲 他赶回了本来最快要年轻 我问了这个 他从比利时到 从法国要 所以我知道他到了以后 要到今天早上中午 可以到了上海 从上海再开车 坐车到 这已经很晚了 所以我刚才跟他打的时候 我觉得 这种感觉 因为企业人智慧 勤奋 实在 还最重要的 我觉得老牛 说到做到 如果说 他能听到我讲 哎呀 小马 飞机赶不上 我一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老牛为什么成功 我觉得这些原因都在 实在 智慧 勤奋 白手信用 我感谢老牛 谢谢两位 这个我这个主持人 有点失职 可能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能最开始是以这样的 比较 漫谈的形式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两位的智慧 半个小时 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把发筒呢 传递给我们在做 有问题的来听朋友 那也就是说 待会儿 我们半个小时之后呢 会跟大家说 大家给你提问的时候呢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序的 每人限提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 好不好 那你手脚快的 可以讲错 可能背了 好 还是 然后那个老牛跟我两个人 今天我们这样想 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不愿意回答 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只要想 对面 我们一定会回答 是什么意思 就像 卯油的血刀 谁变 昨天我晚上参加了这个十大王商的颁奖晚会 有一个女孩子 给我留下印象挺深的 是她对你的称呼 她称你是 马孝甲 后来我才知道 淘宝有所大事 叫淘宝大学 我知道 这似乎是 阿里巴巴的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举动 我也注意到 今年的这样一个会的主题是 创新迎天下 那么从创新的角度 能不能先请马总回答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想 其实我们有个淘宝大学 但我们也有一个阿里学院 最早的一种思考是 我们阿里巴巴呢 这个在从十八个创业者 从九九年到现在为止 七年了 我们发展到 从十八年到四千六百名员工 而且业务变迹到全世界 而且我们的客户数越来越大 但我们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从九五年我开始创业 九五年开始做中国黄业 九七年大大中华部 以及我看到我边上 所有的朋友为什么做不到 做了一点点又下来 做了一点点又下来 那阿里巴巴为什么 我们的七年里面的高速成长 我们有哪些经验 哪些错误可以给人分享 所以我们成立阿里巴巴学院呢 一开始是培养自己的员工 每个员工进入阿里巴巴 我们进行为期一部月的 这个价值观的培训 使命感的培训 然后在公司中 我们是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些经验 其实你不去分享的话 中国很多中小型企业 可能就这层子 如果不捅破 中小型企业永远是中小型企业 所以在公司里面 我们有这么个想法 我们公司要想成长 首先是员工要成长 如果公司要成长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客户要成长 只有客户和员工 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业务才会发展起来 所以阿里学院也好 淘宝学院也好 主要是相当我们公司的经验 以及很多网商 很多客户的经验 能够进行分享 从那个大道 网络怎么做生意 小道理怎么请人 怎么开除人 怎么把这个干部提升 怎么提供这个员工 怎么去奖励的员工 这些东西 是我们的 我们觉得应该是 是个社会的财富 是企业创业的财富 如果说这个阿里的 怎么说呢 构成更多的是中小企业的话 有一个比如说 马总是率领着 蚂蚁兵团在作战 问一下牛总 门头里的那是草原的 这个养牛大军 他问一下您的数字 就是说买能有两百万 但如果说马总 他对他的一些中小的 网上进行培训 他可以是系统化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 专业方面的一些培训的话 这个买能的培训力 是什么样的特点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 无品行业 又如何体现这个创新呢 抽签你胸在吗 那么这个市场上 通常把养牛种草呢 规律到传统产业 规律到传统的行业 事实上大家喝到的 网牛的牛奶也好 冰淇淋也 吃到的冰淇淋也好 已经不是传统的产品 如果是传统的产品 从草原上的产品 怎么样来杭州 来广州 来这个香港 能吃到这个传统的产品 难度就很大 那么现代农业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连续的 不断的规模化的 然后能做品牌和市场运作的 这叫现代时尚的视频 现代新潮的视频 大家喝到的那个牛奶喝的冰淇淋 已经不是传统的 这个产品的一类 那么作为奶农的话呢 刚才你说了 120万头奶牛 那么200多万奶农 那么这样的培训 我想为了在国外 不跟他们养牛的 有一个大的差别 我想的话呢 国外养牛的话 不是大学毕业生 是不能从事养牛的 因为养牛的里面呢 挤奶养牛种草 这个科学性非常高 那么我们这边呢 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西方的现代精灵呢 给它割裂开 说农民家里就管养牛 那么到挤奶这个科学环节的时候吗 我们在每个自然村里呢 设一个奶站 农民每天牵着牛 挤三次奶 那么到了挤奶时间 牵着牛 拿上银行的卡 然后把牛交到我们的挤奶站里 机器把奶挤完 然后把那个数量给它打到卡上 每个月呢 它到银行取钱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培训呀 我觉得在国外的话 要进行好多年 那么在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用不着很多年 因为有现在的网络 就像刚才马云说的 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代人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工具 如果没有现代技术 没有卡 农民去年从银行拿上卡 拿走了猛油42个亿 就说200多万奶农 从银行的卡上 拿走42个亿 如果是过去的话 他们要到企业财务 拿钱 那么这个培训的话 我想说就是现代的网络技术 包括现代的这种信息流也好 物流也好 包括人才的整个一切的活动 他们都在网上门进去 所以我说嘛 这个全球化也好 信息化也好 这已经不是洋葱白雪 连养牛的人都需要网络的事情 都需要他的现代 如果不是残土产业 这么说不到 200万奶农 见个面 怎么见面 他分布在全国3000多个奶线 那么他每天三次的鸡奶 牵着牛 然后打着卡上前 然后在各地的银行储蓄所 就能把钱拿回去 对 而且工人和农民的最大差异 工人每个月开工资 农民是一年一次 现在我们的奶农呢 每个月可以到银行去 嗯 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 用支付导 以后奶农啊 真的不需要抗 就直接打到支付导的账号上 每天可以借钱 其实老美刚才讲的挺有意思 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个传统行业 那么的高科技的应用 在我们阿里巴巴呢 更像是高科技理论里面的传统的用法 其实我们管理人 请人 用人 开启人 发展人 整个一整套都特传统 我们是非常传统的 在传统里面找到了 这种企业扩大的一种情形 因为跨国公司能走那么大 其实其实在一定程度里面 像我们有这样几百万的这个奶农 我们说网民我们叫奶农 我们都靠他们 都靠他们 所以这个奶农 奶农替你挣钱 对吧 网民替我们将来挣钱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用了很多的这种传统的办法 去管理去成长去发展 你们用了很多高科技的办法 帮你们的产品提升 当然三个成年的员工的培训不一样 一个奶农嘛 它是你这个供应商 前一段 那么像全国有三亿五千多万的消费者 这个消费者的培训的话呢 所需要媒体电视网络等 不断的对牛奶的知识的介绍 对这个传统产业的这个农民 那么还有四十多万的雾油销售 运输大军 企业的员工再次的员工将近四万元 那么这四万人的培训呢 也是蛮厉害 我想的话我们的职工的年龄 虽然将近四万人 平均年龄二十五岁 我们四个多个工厂分布在全国的四十九个工厂 厂长的年龄最大的还没有二十九岁 这基本上这个行业里人 因为猛牛是一家聚精会生搞牛奶 一千亿做雪糕的企业 对这五百香的来说呢 做的事情少 做的简单 所以三年一个普通员工就成为班主长 那么到了三年班主长就会车间主任 那么三年的车间主任当时长长有问题不大 两位越说是越觉得你都有我我都有你 因为牛总说他们的员工越来越年轻 马总这边获响的网商年龄有逐步这个 我们两位都是超过四十岁 什么 网商越是越来越大 就是十大网商一年 对对对 但是谈到一个就是创业者的这样一个话题 实际上我也一度上在想 就是创业的人 现在很多人都想创业 都有过创业的冲动和梦想 比如一句话嘛 晚上想小千万条路 早上起来只有上班一条路 它就像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坐机一样 这个涵盖的面非常的大 但真正行动起来 去进行创业的呢 哎 就像少一个本量级了 我想再做的网商已经属于是第二个本量级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 那么坐在我两位的这两位呢 就属于金字塔塔尖的已经成功的这样一个人物了 那我想今天能不能当大伙一起来问问两位哈 如果要作为要自古创业 要投身到创业者的行业 并不能一些条件和素质 哪种事你先回答 我觉得创业者首先要有一个梦想 这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没有梦的话 这个就为做而做 或者别人让你去做 你去做的话 你永远做不好 再创业者 我这首先要有一个梦想 对我看还有坚定那种毅力 如果没有毅力的话 这个也做不好 因为你成功 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每一次创业者 有个美好设想的过程 但是往往你走到那儿 它不一定美好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就是你走的路上里面 每天配上的事情特别多 我大概在95年创业 在中国黄业 97年做外星猫部 99年又开始从零开始走 去阿里巴巴的时候 我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95年到99年 四年那个经历已经那么多 我开始创业 我就说我反正 我这人可能就一辈子倒霉了 做过这个过程 做过那个过程 反正已经倒霉了 我再做生意倒霉 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这种异度我觉得很重要 另外一个我觉得 所以所谓的异度就是你 你期望的最好是失败 你不要去期望的自己成功 这个可能跟大家想法都不一样 我觉得对我来讲 从第一天创业到现在为止 我经常提醒自己这句话 就是我创业是为了一个经历 而不是为了一个结果 人家结果都差不多 所有人的结果都是一个地方 就去火葬场 但人所经历过的分析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给大家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第三个呢 我觉得你要创业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优秀的团队 没有优秀的团队 光靠你一个人 单枪区马不行 然后边上人都是替你打工的 你也不行 所以边上这批人 都必须为了这个梦想而去 跟你一样疯狂 跟你一样热情 然后你创业的呢 就是不仅仅要梦想 还得去务实的去 一件件事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自己感觉创业 一百个人创业 九十五个人死掉 你人死掉的时候 你声音都没听见 就掉进了悬崖峭壁里面 还有四个人 你是看着他死 啊一声惨叫掉下来 所以一个人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活在那儿 说不定你也掉下来 所以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你再去创业 而不是说我去 我就想当病人再吃 我去我就有可能成为猛牛 昨天我跟你们的工作人员 有一些勾呼 我说看了马总这两片的行程 非常的满 永远在赶场子 到了每一个场子 都是心心思义 这种只能够不说了 然后我说怎么能够应付 他说他命运是这样的 其实每天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说他怎么能这么厉害 那他说你有一个员工 是一个男性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一个就是历史 研发是 就一定要成功那种决心 这叫有成功的决心 一定要有就是那种必胜的那种决心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如果说99年 00年 01年 02年 那会儿因此难过的时候 那会儿要跟真的究竟 我觉得这还能理解 今天你看都已经我觉得这个网上的不断的下落 我知道昨天说已经突破两千多万了 那我跟现在的工作的动力 那种必胜的决心又来信了哪里 所以可能这种矛盾 我觉得我的结果就是阿里巴巴集团的结果 一定是失败 每一个企业 比如说 哎呦呦呦呦 全世界所有的企业 从任何一个组织 从战胜的第一天起 它就走向死亡 这是可能 结果一定是失败 但是我的任务就把它划得更长一点 等于没想过 我知道结果是失败 但没想过失败也会有办法 我说你这么想做一事败怎么样 谁说败一事败 我就不要败有万一 所以我才会很劳心 搞得那么瘦 所以我才会创业有两种人 一种是搞得很瘦 一种搞得很胖 肩固了 肩固有没有种 压力 压力大造成的 所以说创业者 没有帅的人 没有漂亮的人 所以我今天是大部分的创业者 长相和智慧成反比 老牛长得也不咋比 是吧 但是味道很好 牛总我觉得是 味道很好 但是你讲的味道很好 你是指牛奶的味道好 我觉得听着听着马总公里有点误须 您觉得呢 牛总来点咱们来点务实的吧 这个创业嘛 当然个人创业的时候呢 这个小马同事说 这个有梦想 但是梦太多 怎么要从那么多的梦里呢 找一个自己兴趣爱好 或者喜欢程度更高的梦 我会计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点 是的 很多人在选梦的时候呀 没选好 那么多的梦 胡乱的选了一个 但是慢两个就退不下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呢 个人的梦和团队的梦 我觉得这也是需要 我跟马云两个人有共同之处 所以马云在创业之前 和老牛在创业之前呀 声音至少聚集了一帮同样梦的团队 这一点我们俩可能有消失之处 因为他原来在干网络之前 无论是国内也好 国外我听过你那个经历 那么就失败的次数也不少 经验也不少 我们在做猛牛之前的16年乳业的 加入5年的养牛种草 我自己就说21年的这个生意之后 身边聚集了很多有同样梦的团队 我父亲做了38年的养牛种草 两半年加起来66年的一个梦 我想这个梦想呈生的可能性 可能说更大一点 我们第二呢 说这个成功呢 巨大的成功 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韧性 这又有个马云的一只 持之以恒的 能够把一件事做到很长 很久 很好的 这需要 这个这个 既需要智慧 同时也需要汉水 就说至少创业者做好什么准备了 能把每一件小事都能做好的人 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大 所以你手里的小事都做不好 就我一下子就能做个大事 可是我不相信 我觉得世上这种成功也很少 第三呢 在做事的过程中呢 就改于 人有信心 有决心 不一定能赢 但是未有信心 未有决心 肯定是忠 有行动 有害子 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未有行动 未有害子 一步是失败的 这样的话 我觉得 准备成功 找方法 不为失败 找理由 我看 这种心态啊 大家成功的可能性 相对来说要 答应 好了 刚才马总 他在 按照大家创业之前 曾经有做过中国行业 等等等等 有其他的一些创业的经历 前面几次都失败了 我知道猛牛是 您老牛 第一次创业 就成了 这个是说 您比马总更新 还是能耐比马总大 当然我看当时 听完马云讲 他那个失败 那跟我们的失败差远了 因为我们的那五股 边疆少数民族地方 去过那个地方 都看到这个是什么地方 包括这次长江山区 二十多个同学都看了以后 哇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 你们也能成功啊 这一方本来有问题 那么远离市场 广州 包括杭州 包括不管是哪个州 那离内蒙古的话 至少是 在欧洲的话 再走一期大战 才能到 那么这样的距离 第二的话呢 你说 农民 在一个开放以后呢 农民要参与市场竞争 那么我们国家的农民 最晚进入市场 那么靠农民把 内蒙古草原上的 纯牛奶 卖到这两个州 我看难度很大 那么这就需要什么呢 由组织的一个企业 或者创一个品牌 来完成这件事 那么这样的事情 在现代农业里组织呢 这个有相当大的难度 那么老牛呢 在组织这个过程中 在国营企业干了21年 在21年 酸甜苦辣椒的学费呢 远比马银那个 要碰得多得多 第一 生虫问题也过 动死恶死的情况也过 失败人又失败 失败人再失败 这个世界上只有 不断的失败的人 可能成功的概率呢 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所以一碰到 一碰到困难 一碰到问题 我们就说回来 那我自己的创业的过程中 是吧 反正我自己感觉 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有时候遭不保息 生命都受到过威胁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感觉开放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社会 真的是公平 老牛从小 12岁就没有母亲了 她是养母 生父母一个月 生下来就没有了 就卖给一个养父母 养父母12岁 自己养母去世 到了18岁的时候 正好刚刚毕业的一年 养父也去世 从小就没父母 怎么长得大 长大以后 做企业 做无形 就是没有父母 没有任何亲戚的情况下 能走到今天 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创业的人 至少父母 至少双全的多 有些人很幸福 到了三十多了 四十多了 五十多了 还父母还在 还健在 咱们十几岁就全美了 这种情况下 确实你一个人 最早的体验 社会的酸甜苦 确实我感觉到 社会对你 每个人都是公主 只要你能做成一点事情 他肯定会承认你 不在意你有没有父母 不在意你有没有外员 不在意有没有关系 我看这个 我自己的机会呢 是很深 当然要在这个场合下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耽误大家的时间 讲自己的声势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但是把辛苦 做出大家更好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想两位讲了一些心情 虽然可能没有讲具体的事例 但那种心情 我想那种感受 在座的很多的人 都能够体会 为什么 大家都是创业者 我还是想 虽然我觉得老奴 讲到自己父母的时候 眼睛里面都有点点的 那种魅花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还是想起 那牛总 就是说 你觉得生命当中 最黑暗的时刻 你碰到过的最黑暗的时刻 是在什么时候 就 说近一点 是吧 这个远的咱们就不谈了 因为一口一起来 时间太长 所以说企业呢 做到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时候 那么遇到的困难 仍然还是生死困 2004年 我们发生了一件 这个500多家媒体 都同时 做猛牛的负面报道 这在建国以来的话 这是非常大的事件 就是其中有一家 这个媒体的 委员第一家 微软公司 就是做 我们一看500多个 报道的都来自同一个 靠近 这怎么回事 后来以后发现 等公安部 公安局把案子破完以后 发现 这是竞争对手的 怎么办 所有的媒体都 而且 做完负面报道 那有的坏蛋 拿下这个负面报道 告诉猛牛 我要出书 要把这些负面报道 都出了书 那你说 我的牛奶还怎么卖啊 包括冰淇淋还怎么卖啊 就是我的酸奶还怎么卖 猛牛这个品牌 回一旦 那么到了2004年 一年之内 就发生了两件事 第二件事是 有很多坏蛋的 把那个牛奶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注射器 把奶抽出来 然后再把富尔玛林打进去 告诉我 网上给我们发信息 当然这也是用的现代工具 网上发信息 说我把你的牛奶放在什么什么超市里了 把钱几十万几百万放到什么地方去 我把那牛奶拿回来 如果不的话 马上我们通知了几十家媒体 通知了多少个政府 通知了多少工商 得到了多少基础监督防疫战 如果你不拿出来以后 马上曝光 全国十六个城市啊 涉及到六个城市 十六个城市 所以第二件呢 真的这样 两个城市就开始了 第一个是广东的佛山 第二个是我们湖北武汉 电台也播 电视也播 猛牛的牛奶 还有了什么东西 整个就 这个工商税务都上街 凡是拿猛牛产品 就往下抢 这里没有问题 两百多万奶牛的话 奶牛只要市场的出口 一有问题 那你说他们的奶酷 还没问题呢 肯定的 你不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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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生死从我们的问题 内蒙古又管不了湖北 也管不了广东 我们省里没办法 市里没办法 所以我没办法到北京 找 先是找部理 然后再找国务院 最后一直找到总理这 我自己肯定回不去了 回去一会儿 两百多万奶牛 是不是 你不找死吗 肯定死掉 当然我们 真正体会到 人民的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这句话呀 当时在我们这个年代 周总理 在市场上说 人民的好总理呀 这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被会 这个这次呢 总理给批示完以后呢 我感觉到是体会 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呀 这样的话呢 就感觉到嘛 后来以后就批下来 给公安部的周永康 给他们 吴仪副总理 给那个 回梁仪副总理 给农业部长 我看了 他都批了好几个人 结果公安部的 把国际行刑掉下来以后呢 九天就把案件破了 把这个偷毒的坏蛋抓起来 后来我看不到 然后三个月给枪毙了 这个确实跟坑是 在这两个城市的猛牛采取 凡是事发的城市 我们马上组织 把所有产品 获加都拿下来 管这有没有问题 都拿下来 因为猛牛一直始终将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 放在第一位 无论有没有问题 我先收回来 你说牛奶收回来吧 可能还 这个没问题还行 酸奶冰淇淋收回来以后的全到 一夜之间就上千万的城市 你看看 那么这两个城市 好就好 在两个城市发生这样的问题 就制止做 如果不再往下发展的话呢 我想这个下场 有几个亿 几十个亿 上百亿 你这些问题仍然会遇到 就说这个创业难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 确实 那个确实总理也好 包括是吗 不长一号 那不是容易能找得到的 那不是容易能找到 你这不是开玩笑 这不是设计的人多 设计的面大 设计的 第一 这图设计的农民 两百多万的小康 这图百万一万消费者的建康 一个是农民的小康 一个是设计的建康 你这些可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从事这个行业相对来说呢 社会就像一样大一样 所以不像这个马云这个 明天晚上停一天 最多是个网民闹事儿和饿不死人 我的奶奶要闹事就比妈妈大了。 这个球逼到马总脚下了。 我觉得听了老明的故事,我都忘了自己有什么黑暗,忘了没黑暗。 我自己就想,我认为别人总说希望在明天,我认为我的不让卡妙来。 其实经历了无数的东西以后,跟老牛一笔差太远。 那网民闹售也挺厉害的。 我想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一本比较难面的经。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难面的经。 你们卖牛奶有牛奶的麻烦。 我们做网络有网络的麻烦。 我们当然经常我不想太多的麻烦。 想静一点的话,比方说最近这种, 我说去门我们有了雅虎以后, 一下子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互联网公司被把我们当作是对手。 我最近发现这一年内,只要对阿里巴巴不利的消息, 一下子就成为各大网络媒体的投载新闻。 然后下面的平衡一群一群, 还有专门有大概四五十个人, 专门在写阿里巴巴的坏的文章。 有时候你不要自己买出来的, 他就在写。 当然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算黑暗了。 在今天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创业, 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竞争, 这种情况也不有。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看明天看后天。 所以黑暗,我总觉得我每天在准备, 我想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每天在准备, 我们下一个灾卖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所以这才是让我天天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去想,这下一个在哪里。 减肥方法之一。 是,就是卖药的。 老李就收了你的份牛奶。 刚才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网商, 你刚才说竞争对手的问题, 可能网商是代表一些中小企业, 他可能在他的那个层面, 他们身边可能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越是中低端, 他这种竞争对手可能会出来越大。 那我想, 可能不好意思, 要提到几个竞争对手的名词。 说到阿里巴巴, 可能好多人, 哦,淘宝就会想到一边一去。 那说到某游, 可能想到, 哦,有个中国文明市场的老大, 伊丽, 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 面对前面有堵截, 后面有追兵的时候, 或者说面对着一群女后, 或者说一群对手, 一拥而上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 有什么样的办法? 有什么样的心态? 像您刚才说的, 到复天盖壁的时候, 包括今天, 哎, 奥运特约, 不是, 叫, 那个, 林邦尼奥运会的那个, 叫什么, 特别赞助商, 可能被精英对手拿去的时候, 脑油怎么办? 嗯, 嗯, 我想啊, 这个, 既然我们的, 呃, 呃, 代表, 呃, 代表, 内蒙古, 能参加这个活动, 那么, 代表草原品牌, 能被, 啊, 奥运会选择, 这本来就是我们内蒙古行业的光, 那么, 只怀着这种心态呢, 我觉得, 一切事情都好办, 那么, 肯定, 两家, 或者三家, 或者五家, 总是有一家要去嘛, 既然他是个多家的代表商嘛, 那我去, 他就去不了, 那么, 他去了, 肯定我得去家里的, 啊, 肯定是什么事儿, 那么, 过去呢, 在航天员专用奶上呢, 猛牛呢, 自己认识的比较深刻, 所以我们先, 啊, 把航天员的用奶拿下来,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品牌建设, 对消费者的, 可信度, 尤其是在做香港市场的时候啊, 我觉得打开香港市场的关键之处, 是跟猛牛这个航天员专用奶奶, 有特别大的关系, 正好我们在2003年, 打香港市场的时候啊, 杨立伟, 航天飞机刚下来, 香港人就请上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航天员给做报告, 而写昏众的很厉害, 所以我们的产权上, 正好是有航天员专用这个, 感觉, 那么那个时候香港,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 香港的市场上, 全是外国的羊牛奶, 啊, 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占了50%, 欧洲的占了30%, 日本的占了15%, 啊, 无论是北海道的也好, 雀草的也好, 老子母奶也好, 老婆婆, 保利澳牛牛奶, 全部是, 那么香港当地市场上, 只有2%吃他新的, 而且牛奶是从广州的运过去, 那么我们打市场的时候, 香港市场说, 超市里我们, 你说适应的时候, 我们超市里, 蒋卫生不喝奶, 第二的话, 你给他孩子, 你星期六星期便说, 适应给孩子喝吧, 家长一看见, 大陆的产品不能吃, 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的话呢, 照幼儿园托儿所说呢, 说, 大陆的奶牛奶都用喝, 对吧, 当我们打开市场的时候, 利用草原的歌, 草原的蒙古袍, 靴子和帽子, 然后放上给圈他大草原, 这么勉强还可以, 那么最后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香港市场占有力, 达到今天晚上六十, 而五十九, 现在只要香港市民, 去超市里一看, 没有某牛奶牛奶, 有时候就走。 那你说, 这个感觉呀, 确实让你感觉到,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 没法表达, 说这个究竟是市场的问题的, 还是产品的问题的, 是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香港上市的, 因为我们, 这个这个, 股票要在香港上市, 所以产品先与股票上市。 所以我想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呀, 我自己体会跟你那个学生们, 这个可以, 融在一起去, 讲的话呢, 说更可能被大家抵制。 哎, 你就想不出, 说是, 我看马云这方面的体会是比我们更多呀。 其实我觉得, 只要进入商市场, 这个竞争是没法避免。 你刚才讲的, 我在想这个背后的声音, 这个代表内蒙古去参加什么奥运会了, 不是他去, 就是我去, 我去了, 他去了, 心里还是有点难过, 对吧, 最好你去。 就像我们在竞争过程中, 我自己这么看, 竞争过程中, 作为你这个情, 首先, 我是这么觉得, 我们首先明白自己要去哪里, 竞争在哪儿去, 竞争者, 先天要我去看竞争者, 有时候要看, 把他竞争在我看来是个四产品, 千万不要把竞争者作为你的榜样去看, 这个竞争这个策略不错, 你就去走, 所以阿里巴巴巴这么多年发展下来, 跟着我们竞争的企业不少, 我们开发的任何产品, 为什么开发的, 我们明白自己要什么, 这两个产品, 这三个图是合在一起, 竞争者是模仿的一个, 不像模仿的那个, 所以我都觉得呢, 你明白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以及怎么去取得这个时候, 其实竞争并不重要, 竞争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竞争者最好的老师, 我自己选择两种, 我认为选择英数的竞争者非常重要, 但是不要选择流氓当竞争者, 还有一个说, 有人就像少林寺下面, 一个人有一个小屋来说, 你们方丈下来跟他打一张, 天天在下面喊, 你来个方丈针, 可能就跟他打一张, 如果跟流氓者竞争的话, 很有可能打着打着, 你也跟流氓一样, 他说不定越打越厉害, 比如你是选择一个英雄的竞争者, 打着打着什么, 你把一个英雄的竞争者打成流氓的时候, 你就应了, 那首先看, 有人像你叫胆的时候, 像你叫胆你要判断他是个英雄竞争者, 还是他是个流氓竞争者, 如果他是个流氓竞争者, 你就放弃, 但是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我首先自己选择竞争者, 不让竞争者来学我, 所以他还能觉得我是竞争, 他在竞争的时候早就登上了, 这哥们是我竞争者, 边上人绕出来我会看看, 哟, 那个人就下巴跟上靠一靠在手了, 跟的是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一个,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我自己的心得体会是, 你去选谁是你的竞争者, 不要让别人跟着你, 所以别人跟着你, 然后你就不打, 然后你就天天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打, 所以你就不明白自己要从, 只有你自己明知道要什么的时候才会去, 所以我觉得阿里边在这几年, 别人没有帮我们跟着我们打的时候, 他一定死, 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想干嘛, 但是我要去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首先要搞清楚, 他到底想去哪里, 我在他前面等在那儿, 其实关于这个竞争对手, 我觉得老牛谈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马俊谈的是个眼光的问题, 我觉得二者确一不可, 封的是两位单说的, 你都有我的意义, 有一点你很没注意, 在奥运竞争上的话, 跟我们的航天员和我们那个东西不太一样, 因为超女刚才马云提到的, 超女花了一千多万, 航天员当时连一千万还不到, 我记得好像先合同六百万, 七百万, 这个钱特别少, 摊到每一包牛奶和每一只雪糕也特别少, 你这个如果要花几个亿就去办一个这个活动啊, 摊到产品里, 这个麻烦事也是不小啥, 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所以竞争的时候吧, 就是说你在选择这些事物的时候, 实际竞争已经开始了, 不是选择完才竞争, 对, 还有一个竞争的时候, 我跟老牛讲的超女一千万, 那个竞争者就说你在采取这个策略的过程中, 前世都是要素, 前世很重要, 但绝对不是一个确定性的要素, 我们讲的一个案例就是我跟老牛比较客气, 不太提竞争者的名字, 我是要提的啊, 这个淘宝跟EV竞争的时候, 大家记得我们投了1亿人民币, EV突然宣布投1亿美金,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三战上, 我心里一下子一乐, 三战如果是靠钱的话, 就不需要企业家, 在凭着脑袋, 因为我觉得中国当时1亿人民币已经是差多, 10亿人民币是愚蠢, 大概1亿美金那是愚蠢, 就你们村里面买一个面条付过两毛钱, 你说我愚蠢二十块, 那就你傻, 对吧, 所以呢, 就包括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彻底下, 既然你有钱, 再请让你多花一点, 所以你做到处追着打, 然后呢, 把中国的市场给培养出来, 所以就是用彻底下, 如果人家给你钱, 那你难道是更加拼钱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按照可疑的说法, 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都是这样, 拿钱不得比的话, 又要跟企业家带上了。 对。 好, 我们当时很快已经过去了, 还是我们要信守承诺, 说把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有很多人都请问。 对, 我们排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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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有问题的到这话筒, 又去排队, 对, 抢到第一话筒, 第二位就在他后面, 但是我们把这些订好, 每一位只能提一个问题, 好吧, 要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的含金要高一点, 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 也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可能时间不允许的话, 当然, 像两位老总说的, 问题百如信息, 他们会尽力回答大家。 好, 我们还是从左到右边, 你看, 你觉得每一组是每一组, 对, 那我们现在是两组人嘛, 好, 左边美丽, 女孩子, 先开始吧。 你好, 马云先生, 首先祝阿里巴巴七岁生日快乐, 谢谢。 对不起大家, 要不要抱一下料, 我先问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那一生日快乐, 你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吗? 阿里巴巴的生日? 马云的生日吗? 马云的生日吗? 大家一起生日快乐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昨天, 那可能是我得到一个错误的消息, 昨天我记得主持人在讲的时候说, 明天, 那就是阿里巴巴七周年, 几年日, 然后我想问马云先生的问题, 就是说, 呃, 当年是逐业顺产吗? 呃, 您选择教师节, 而不是父亲节, 带下这个孩子, 是否预示着您在创业之初, 就对广大网民和商人, 承担着某种教育责任。 咱们中国政府的义务教育是九年制, 您改参对广大网民和商人, 承担多少年的义务教育? 嗯, 这是我那个, 昨天是我们公司的七周年生日, 今天是我自己的生日, 这个, 我们, 我感谢我们的同事每年把西湖论间, 网上那会放到九月九号, 九月十号, 实际上, 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和生日party, 呃, 我们的文学执照刚好是1999年九月九号, 是偶然这一天拿到的, 不是故意抽这一天拿到的, 呃, 呃, 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这份气息, 不像老人养了20年牛, 他特等牛, 牛奶养了怎么挤怎么弄, 他都很懂, 对, 那真不等网络, 但我觉得网络这些东西会影响中国, 影响这世界, 那么我也不等电子上, 但我相信电子上会影响网络, 那既然不等这些技术呢, 我自己, 因为我是单老师出身的, 我自己觉得CEA, 叫我看来是Chief Education Officer, 首席教育馆, 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和公司外面, 我希望更是, 自己老师出身, 我还是希望自己老师, 那这几年我们确实, 在阿里巴巴巴承担了很多这个网络的普及和教育工作, 但是这个, 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干不完的, 刚才老牛讲的这个, 在我们后台里面讲的一个观点, 每个人都认为, 这世界离不开你, 每个人都认为, 这些事情都竟然是离不开你, 只有你能做, 我记得1976年毛泽尼死的时候, 哎呀, 我们就这个天眼拍下来, 这不行了, 毛泽尼是怎么可以, 对不对, 前几年贵小平过世的时候, 哎呀, 现在改参看了不行了, 这个怎么办, 对不对, 其实, 我觉得, 没有马云, 阿里巴巴遭要会发展, 没有阿里巴巴, 中国互联网遭要会发展, 所以我觉得, 这承担这个教育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 其实, 我们今天在这儿开会的, 所有的网商就在承担这样的教育普及工作, 对于, 我自己还是蛮幸运的, 这个, 能做几年做几年, 到一定的程度, 我自己在做的话, 我们杭州话就说, 这个人很贵的, 还在台上说, 改下来, 那我就下来, 好, 这位, 好, 非常感谢, 刚才主持人给我们报了一个料, 今天是马总的生日, 更为荣幸的是, 其实今天是双喜临门, 请允许我以对学生的身份, 向马总真实的道具, 马老师, 您节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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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问题可能略带一些学生的情色, 但是我想请两位, 用您的亲身经历, 为我们大学生创业指出一条路, 中国有句古话说是, 你怕驾错廊, 男怕入错行, 两位可以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领域, 做出了一些为人主义的成就, 呃, 我们可以说, 在九十年代初一是一个创业的高潮, 而在九十年代末, 马总您又掌握了, 这个高潮造成了今天的阿里巴巴, 我想说的是, 在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可以说处处是机遇, 但我们又可以说, 现在其实处处是陷阱, 我想请台上两位, 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 如果我们要创业, 我们应该怎么来入行? 谢谢。 谢谢,感觉像脱, 我问的好问题, 我自己最近在看那个, 前几天我看着一个说大学生九月一号, 说找不到工作将会有低保, 我心里觉得挺难过, 因为大学生需要的不是低保, 大学生需要的是就业机会, 那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做企业的人一个挑战, 我们不是把钱存下去, 这个存在自己口袋里, 存在银行里, 也不仅仅是这个钱去拿去做慈善, 我觉得我们应该发展更多的就业机会, 去创造更多的生意, 让更多人能够有就业机会, 在那个大学生创业, 我这么觉得, 也是反对大学生创业, 昨天我特别希望杨志愿能够讲讲大学生, 因为机会我到很多学校里去, 大家都说, 哎呀, 你现在毕业教授大学没念好, 就是创业, 搞成个毕业教授, 杨志愿那个大学生没弄好, 弄了个雅虎, 所以我们都询问, 毕业教授全世界几十亿就出了这么一个, 杨志愿这么多也就出了一个, 大学生我觉得最好的创业就是读好书, 我自己觉得从大学出来以后, 我真的很少有时间, 所以真正就坐在课堂里面去了, 但如果大学生一定要创业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淘宝网开店。 谢谢。 弟弟, 我们现在大学生已经在淘宝网开店。 谢谢。 那么, 我感觉嘛, 这个创业呀, 它第一需要刚才说的梦想也好, 激情也好, 那么同时还需要一个机会, 就说你看一看世界上, 凡是大学毕业以后创业成功的呀, 一般都是选择冷门。 啊, 就说这个时期呢, 你选择这个, 这个刚才我们这些学生说的是, 男怕选出行, 女怕嫁出牢, 所以一点都不假。 啊, 行话说, 说你选行很关键, 就把今天的猛牛退回到七年前, 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么正好我们中国的荣品行业呢, 人均6.7公斤, 去年呢, 我们达到了人均21.7公斤。 所以说你如果选择在这个阶段里吧, 重新让老牛这个团队再干一次呀, 就从中的概率就低多。 就包括贝尔盖茨呢, 他正好第一以后赶上呢, 他做了一个别人好像, 我对想到对不对我不太清楚, 可能没做过去。 这可能从中心, 因为呢, 你作为人来说呢, 你先做嘛, 就至少你对他这个情况清楚。 我记得我最早从事乳业的时候啊, 我们国家的如今行业还不到两公斤。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欧洲很多发达国家呢, 人均是200公斤。 现在最发达国家呢, 人均买量的400公斤。 我们现在, 中国虽然发展很快了, 但是仍然是20公斤。 全世界的牛奶平均呢, 人均是100公斤。 我们亚洲的周边国家呢, 都是70公斤的, 80公斤的, 100公斤的, 是吧, 是最大的大部分, 连印度都在100公斤以上。 那么这个, 我们那个空间差的太多。 这样的话, 你选择这个人呢, 他的后劲可能也足。 如果大学生毕业, 我同意马云的看法, 最好不要单独都创业。 你们把学费交在别人的事业里, 交在别的, 是吧, 这个行业里, 我觉得更好。 为什么特别要, 现在就要学费呢? 那么同时呢,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 这个行业是冷门, 不是你, 原来, 你跟别人同样起步, 你是先生, 他是学生。 如果你候选的, 你是学生, 他是先生。 所以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啊, 往往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会有大问题。 我想这样的话, 告诉你们, 要选, 就选的那个别人, 可能还没做过那个事。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的机会可能更多一点。 好,谢谢。 我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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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创业的人, 想创业一个经验,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在创业的话, 我一定不会到网络公司里再去创业。 好, 这个不是我在做网络公司里, 希望大家不要参加, 因为现在网络公司里, 就聚了太多的聪明的人, 所有人都在想网络创业的时候, 你应该想想是传统企业。 所有人都在想传统企业的时候, 你应该想想新科技了。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规定。 谢谢。 谢谢。 阿们你好, 感谢阿里巴巴三年来陪我大量的客户。 我想接着财富人生, 叶龙小姐上次提过的一个问题, 接着提下去。 上次叶龙小姐说过, 就是说, 你是不是担心将来有人挖走阿里巴巴的核心团队? 你说了这样一句话, 天下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想, 我是想这样问一下, 将来可能挖走阿里巴巴核心团队的人, 可能是您自己, 您对此是怎么想法的? 今天你好尊重。 将来挖走阿里巴巴人的人是我自己, 对吧?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把阿里巴巴巴一些创业的老的一些员工, 要把他们赶出去, 去学习, 去思考。 包括我自己。 在别人在选择, 就是, 永远是最终, 不要让别人来选择你, 是你去选择别人。 我自己需要选择的时候, 我看到自己已经不行的时候, 别人早就看见, 已经很早就不行了。 在这时候, 你要把自己给移开。 所以我想对阿里巴巴巴团队来讲, 我不知道老牛这边怎么看他的团队, 我刚刚在路上还在请教老牛是怎么找, 其他人, 他现在是董事长, 他又总裁。 好理论, 我想, 要阿里巴巴巴团队的人, 核心团队的人很难, 很难, 很难, 我想, 今后我以前有的梦想, 今后十年二十年以后, 中国五百强企业中, 很多CEO, 来自于阿里巴巴的人, 这是我的一个灵想和梦想。 谢谢。 我想, 再追一个问题, 你跟说, 要把一些老人赶上去再学习, 那是不是还会引进一些心血? 那当然, 我觉得阿里巴巴巴说, 把这些老的人出去, 因为他们确实这七八年下来, 我告诉大家, 我特地感谢我的这些老的员工和同事, 和创业团队的人, 因为这些人七八年下来, 或者我们一起创业十年下来, 身上打的不是伤疤, 所以有的人说, 将军身上不能有罢, 我不太相信, 几乎衣服脱下来, 现在全是罢, 那因为都很疲惫, 很累, 那, 我觉得, 需要给别人有时间去休息, 去思考, 去反思, 然后呢, 新来的人, 一定能够把公司带到新的一个层点, 所以我们最近阿里巴巴巴, 我们有曾教授, 有位置, 他有一批, 我们不断每年引进新的人, 这些新的人, 可以把阿里巴巴带到下一个阶段, 那我今天刚才下来, 还是要跟一个人在探讨, 主要这个公司将来发展的人, 谁一个人, 那就是马云, 如果我不换掉我的脑袋, 所有的改革都是一句空话, 所以我觉得我要想办法, 尽快把自己换掉, 要么我换自己的思想, 让我把马云换掉,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一代一代短前走, 所以我觉得呢, 创业在这个公司是四成一百米的赛跑, 我跑第一档, 我第一档跑得不错, 不等于我第二档继续陪接着跑, 因为这是团队工作, 所以我自己希望, 尽早的能够回到我自己喜欢的做教师啊, 做农业, 做环保上来去, 谢谢, 谢谢, 我是来自中国的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因为我们的地方是河北省安国市, 之前我呢, 接触网络以后, 我们的生活习惯呢, 就是从电视转移到电网, 有一天呢, 我上网很累的时候, 就打开了电视, 电视上面正在播我们的访谈, 就是咱们的牛主, 当我听到一句, 他说过一句话叫, 财俱人善, 财善人俱, 但是我说, 要仔细地听这个论点的时候呢, 主持人说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完了, 哈哈哈, 你肯定不是财富人家, 是不是, 财富人家没他收钱呢, 我打开的时候, 是一个主持人在评解, 已经继续美心了, 对吧, 今天也是, 您可以在现场和我们面对面的, 请您可以在详细地把这个观点再产生一下,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谢谢收看, 另外呢, 确实这个电视呢, 它时间短, 不像我们面对面的能直接感受, 这个财俱人善和财善人俱呀, 这个我很小的时候啊, 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文革一开始呢, 我那年我记得是八岁, 那么父亲母亲都被抓起来了, 一个人生活挺天难, 所以除了冻死饿死的那种可能性有以外呢, 关键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生活智力问题挺难,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在学校里呢, 就上学嘛, 那我记得我们班里呢, 一共有五十个学生, 二十五个男的, 二十五个女的, 他挺名称的, 那么我们班里有四十九个学生, 只要生气了, 就打得对象抓住我, 连女生发了脾气也打我, 多有意思, 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家里出事儿, 本来自己住在平银库里, 不像那个住的党委啊, 市委啊, 他那个这个迫害的人多, 班里总有个十个八个, 或者三个五个, 我们班里只有一个, 家里的话, 爸爸妈妈被抓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老是买打, 老是买打, 从小的时候, 感觉到怎么样才能够被打, 所以把家里的东西就偷出来, 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现金, 帮助费品收购再卖点, 卖回钱以后呢, 就给这些小朋友, 三两个比较好一点的小朋友, 就花点钱, 后来这三两个小朋友就挡上, 别人只要一来打嘛, 这两三个人就给挡上, 他经管一看, 我说这个算了, 那么后来发展到呢, 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个好朋友就成了打哥们, 然后做到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不是说别人打我时候给挡上的问题了, 说我想看的, 谁不顺眼打谁, 我发不一眼, 后来发现, 越来越发现, 从小的时候, 人性的本质, 本能, 人性的, 就发现这个财呀, 散了以后能聚人, 啊, 这有点意思, 后来以后呢, 就不断地就这样做, 那么一直到工作岗位上, 在婚姻企业的二十多年, 只要企业给买好车, 我就把这个好车分的四五个, 一般的车给扶手, 那么发工资的时候呢, 他就给公司, 把大家, 总是起来就把大家, 啊, 把我的工资这个分了, 啊, 这个, 对着年薪, 因为那个年薪呢, 原来企业做的, 我拿的是最高的, 每年, 另外上百万了, 上一百, 一百多万了, 一百多万了, 一百多万就给大家分了, 那, 他那越分, 是生意越好做, 越分, 生意越好做, 啊, 后来分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我自己感觉呢, 五个方面不如副手, 第一呢, 房子不如副手的大, 房东市不如副手的多, 车做的不如副手的好, 工资拿的不如副手的高, 股票呢, 我也给全监出去啦, 副手比我多的多, 这样的话呢, 副手心里想什么, 我自己很明白, 因为我做副手的时候呢, 非常, 在意一把手的那个车, 那个房, 那个工资, 那个奖金, 所以我当一把手以后呢, 很多人做了一把手以后, 就忘了副手怎么想, 啊, 所以只有做过副手的人, 你当时怎么想一把手, 啊, 这个时候就感觉好一点, 同时的话呢, 如意分钱这个习惯好, 所以我在, 从原来国营企业出来的时候, 见猛牛的时候嘛, 一下子出来两三本, 啊, 中高层的领导, 跟着要干, 又是猛牛刚起步, 我说你们这器名投案, 你怎么怎么, 是吧, 放下年薪, 放下这个职务, 放下你不做, 你为什么来这选择这儿呢, 实际上我们内心中有一种感觉, 人家说老牛, 一有能力, 有可能把事做成, 那第二个的老牛, 还有一个习惯, 分钱, 万一这个在分钱的行列里, 找了他怎么办啊, 人家是奔着分钱的习惯来的, 所以具体是很多的人啊, 是奔着分钱的习惯, 占了51%, 啊,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想的话呢, 一下子, 去了那么多人, 不是看着老牛, 长得好看, 会说话, 不是, 主要是有分钱的习惯, 所以我呢, 他现在把这个股份捐出去, 然后搞了一个基金, 然后每年使今后的总裁, 董事长, 谁做的这个职务, 把那个钱每年的红利啊, 一定让他分出去, 他自己又不能拿, 除了工资, 奖金, 期权, 啊, 和这个, 这个这个, 所有这个, 这个暗劳分配, 暗示分配这些, 分配完了之后, 又有一部分, 专门散财的这个机构, 那么他们大家呢, 就奔着这个机构呢, 我想在世界乳业, 竞争上最激烈的时候, 中国的乳业和世界乳业, 巨头打伤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最好的CEO, 会来蒙州, 啊, 因为除了这些, 在意外, 还有一部分钱, 让他分嘛, 他就多了一种工具, 所以我们肯定能赢的可能性, 更大, 这个分钱的习惯呀, 就是这样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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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谢谢, 那年年报大家看都非常好,老牛是生产经营副总裁,应该是有工资的,但是那年我没拿工资,说什么,我们没给你签合作,最后的理由,法院打官说的理由,说这些人没要工资,以没要工资而告诉我,那么要我们可能一个星期,二十多个人呢,每个星期都有人去要,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整整拖了两年,拖出了法律所限制的时间, 最后到法庭打官司的理由就是说,没要,他们没要工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就你说这个法律纠纷是有的,那么当时这个起源企业呢,也想用这种方式来签,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但是呢,因为第一,劳动合同没签,第二呢,所有的这个待遇呀,那个那个那个什么损失费呀,什么不能做同行的那个什么,那些费用的都没有,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没做,所以他这个主张的东西呢,你就没有,这样的话呢,当时呢,看似呢,如果假如做到那个系统的补偿也好,我走的时候记得非常清楚,车交了,手机交了,PT机交了,拎个包就出来, 而且这个在上海交易所呢,写的总裁建议,牛根兄同志,不再适合担任生产店员副总裁,免掉其职务,就拿了那个单的就出来了,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的,而且当时呢,最最最最有意思呢,还让我去学习,办了个教师进学证,在北大,既不是学年,又不是学期, 以访问学者,教师进修的名义,在北大学习,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当时呢,也原企业不是不想主张这些事, 关键是,他的这个系统的事情没做,导致他没法主张这个事儿,好,谢谢。 谢谢。 首先,祝小马哥的生日快乐。 没事,ẫn下来有一个问题,说如果牛总因为杭公众司的原因, 今天没有能够赶到会场,今天这个座谈会还会怎么进行? 谢谢。 你是一個提問的,你說這個問題嗎? 對,這個問題。第一,這個作單會不定而打下去,唱独小戲也得唱下去。 就像那個本來的孫生義先生昨天要來的,結果臨時不來, 那麼我就坐在楊之遠邊上排一個唱。 如果今天有一種不來,那我還是可以在這兒,我們還是要討論問題。 但是我相信柳總一定來,我連這個Data Plan這個迫度計劃都沒有做。 我相信它就會到了。 好的,謝謝。 謝謝,內內。 首先就是這個馬總結束快樂。 我想問一下那個柳總,我記得以前你在毅力做了十幾年, 而對於現在這個年輕人普遍這個跳槽去嘗試不同的行業, 然後您持續有什麼樣的看看? 這是什麼? 您說你在毅力做了十幾年, 您現在看普鎮中國的年輕人經常跳槽這個問題, 你怎麼看? 這個非常好。 你聽這個意見呢,就是我也非常想說的事。 這個北方人呀,跳槽的特別少。 南方人跳槽的多。 國內的跳槽的少。 國外的跳槽的多。 現發達地區跳槽的少。 發達地區跳槽的多。 這是我發現的問題。 因為我在毅力待了十六年。 實際上我是被免職的。 我特別害怕跳槽。 如果當時我有想跳槽啊,就是97年就離開了。 根本搭不到98年,或者99年。 因為如果那個跳槽的心理嘛,好像最領導,最上級不忠。 有這樣的感覺。 我心裡就受傳統這種影響特別大。 那麼最後不得已而為之是免職以後呢, 這個總是包括黨委的這個什麼成員, 包括副總裁,包括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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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時我記得我還在這個支部裏,還兼的叫書記。 這些都免職以後,我看見一點希望也沒了, 就才離開了一起。 那麼在深圳,我看看咱們可能跳槽的中國最多的地方呀, 我當時接觸的呀,是深圳。 啊,就是說我們深圳當時有好幾個經銷商站的地方呀, 非常有意思的。 過一段時間過去半年,一年過去,這個人就不在呀。 說怎麼是跳槽? 過一段時間又來一個人,從那邊跳玩兒。 那我是怎麼來回跳得多。 那麼去國外一看的話呢,也是如此。 到現在,北方跳槽的也是很少。 尤其是,啊, 啊,中高層的領導呢,跳槽還是少。 啊,我覺得凡是死水一灘的,有問題。 但是呢,如果是跳得太平凡,也沒有問題。 你知道我們企業裡,老牛做乳铁做了28年。 我們的黨委書記做了31年。 我們的副總都在23年以上。 最差的一個15年。 就是猛牛高板團隊,之所以短短7年時間能發展到今天。 這個團隊同時乳業的這個時間呢,至少都在15年以上的佔了70%。 那這個長時間的做一定事,和三天五天就換的做事,我總覺得好像,啊,這個即便好像不太一樣。 啊,你全世界看,凡是世界五百強里,就從事一夜為主了佔了80%多。 啊,就是多元化的肯定少。 就說,人一心裡一做一件事,好幾代人做一件事。 我剛從法國回來。 法國隨口消費井可以指出將近十個世界井牌。 大家桌子上放的水,在法國肯定是一名礦泉,法國的。 男士喝的酒水,全世界第一,法國的。 啊,這個女士用的香水,世界第一,還是法國的。 啊,我最初去看那個, 那法國一個店裡公司老闆跟我們講,說70%左右的店來自於核電,也是法國的全球最好的。 包括我們坐著去阿姆斯坦,回來以後坐著車,路過著火車,高速火車,全世界最好的還是法國的。 包括服裝啊什麼,就是說他後來一問啊,每一個產業至少是一百年以上。 那好幾代人做一件事。 所以這個跟跳槽的關係啊,特別有意思。 當然現在公司辦以後嘛,其他的普通職員在東州跳槽的也少。 那在美國呢比較多一點。 啊,但是在傳統國家呢少一點。 但是我自己感覺嘛,確實如果一個產業一個產品做的時間久啊,至少它交的絕對多。 啊,這一點的話呢,我看了看啊,這個自己感覺嘛,說北方人呢,確實還保留著這個啊,不敢跳槽的這個習慣啊。 啊,實際好不好,我不知道。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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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我們企業運人的,有三個方面的觀點。 第一呢,就是說,我們在走廊裡有一段話,說有德有才,我們迫不重用。有德無才,我們培養使用。有才無德,我們限制不用。無德無才,我們堅決不用。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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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麼,這是一個用人的大況下。 但是,德財呢,在來企業之前呢,很難發現。 那麼,我們在這個來企業之前,一開始,可能你發現不了誰的德好,誰的財好。 那麼,當你德好的時候呀,我們看你的財,當你財特別好的,我們還得,重點考察你的德。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肯定能够使德财监队的人发到重要的岗队上。 如果确实财福德两个各选其一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德,因为财气越大,品购越不好的人,迫害性越大,迫害性太大。 所以当那个我们这个中央和地方各界领导去视察某个人的时候,看到墙上,抄过去给公主部建议建议,是不是啊,这挺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两段话,这第一。 第二的话呢,说我们到了企业之后,告诉他,说我们第一,用事业留你,说没有很好的事业,肯定这些人留不下,第一,大家都是奔事业来的。 第二呢,用感情留意,说事业再好,你说你就是成一天跟你一起不愉快,不高兴,不快乐,是不是啊,你钱多钱少啊,因为一个人的快乐,或者因为拥有不多,而且因为技巧都少。 一万富翁也有不快的时候,其他也有高兴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让他,我们就告诉他,啊,说你这个,啊,这个第一,啊,是一定要适应,第二,感情留意。 第三呢,就适当的待遇留意,待遇一定是适当的。 什么叫适当呢?一笔行业里,一笔产业里,一笔这个国家的收入,那么相对来说是适当。 既要看国外,也要看国内,既要看本行业,还要看本地区。 这样的话呢,我们用适当的待遇,那三个留人的方式,啊,就是说是,啊,这个,职业,感情,和适当的待遇,这三个留人的方法,我们来做。 第三个方面呢,在对于到岗位里面的呀,我觉得留人的话呢,人才是多变的,不是单一的。 这一次我们招总裁的时候呀,你选的全是副总裁的料,那肯定,我觉得首先离开脚,来弹鞋。 再好的鞋,再漂亮的鞋,说我本来是三个大货的脚,你闹着四五的四三的一双再好的鞋,是五白鞋。 你看究竟是哪只脚,哪双脚要穿什么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岗位选人,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适当的岗位,要什么呢? 适合的岗位,要选择适合的人才。 这个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一般企业都不太在意。 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劳动力级性的岗位,那就是你把大学生选来,你高中生都留不住。 你确实这个岗位的话呢,一定这个岗位的人才就是初中第一。 而且有些岗位的话,一定做那个简单的卫生工。 我这次去国外看了好几个酒店的卫生工,基本上都是华人做。 印度人华人在做这个事,你说这个岗位选人,选博士我跟你有问题。 选硕士也有问题。 这个想学士呢,也不是不大可能。 所以这个岗位嘛,一定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根据岗位来选人才。 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把这个千万不能错位。 错位以后我们的损失太大。 害你这个成本复的太高。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三个方面。 当然我们在告诊阳宫呢,一定大门强的写的。 如果你有智慧,请你拿出智慧。 如果你缺少智慧,那就请你流汗水。 所以你各智慧汗水都没有,那你得让出岗位。 诚实说实地告诉大家。 诚实说实地告诉大家。 诚实说实地有种。 谢谢。 谢谢。 很舒服。 这样,我们由于时间的原因,各个队伍再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好不好? 好,不好意思,因为几位都有,不是,就还是按我们的排序,上下第一位的各个队,第一队提问,好吧? 那反正我想肯定下面有其他的沟通的方式,因为两位老总接下去还有其他的安排,好吗? 我刚才能补充一下用人的事,因为你刚才讲的是义务刚刚开始创业,创业团队有个建议,如果刚刚开始创业的话呢,找最合适的人,要找最好的人。 很难找,很难,没说这个人简直好的一道路。 而且港的原先公司干的越成功越好的人,到更你一起三五个人创业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我的比喻叫做拖拉机里面装那个波音七十七的发动机,把你给装外的,它一起动,你彻底完蛋。 所以呢,我建议你找合适的人,然后呢,人是要聪明,要能干,要品格好。 很多人是聪明,但不能干,能干,品格不好,品格好,但是不聪明,都不行。 三个人挑一个你最合适,相信,勤奋,努力。 谢谢,就做一个,这边一个经验,就是你们刚刚开始创业。 好。 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中队在这么一个局面的时间,内边那位。 主持人好,两位老总好。 我来自韩国分离贸易有限公司的曾宁,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像,今天的问题我向马总提问。 我非常尊崇阿里巴巴的文化,也非常敬佩马总的人格魅力。 我跟阿里巴巴的那个塞尔斯讲,马总的红旗网终灾毙打,后面的人依呼而运。 我一直在琢磨,马总的一个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是一个有四五年的中国高工工艺商的网民网商。 那么在我做业务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 第一,每天我会收到大量的邮件,非常非常之多。 这个很容易,只要参加高工,只要参加这个工艺商,只要你的网站做得漂亮, 只要你的产品美丽,只要你的东西到位。 也会有大量大量的邮件。 非常普通的这些邮件,有垃圾邮件。 我们有很多,在我们在座的网商之中,有很多人上当的,也很多人赚钱的。 这是第一个,我感到困惑的。 第二个,我在管理员工的过程当中,我想给我们员工有很大的提高。 可惜,阿里的Sales,它是每次过来,它只能是感情的联络。 那么阿里的后台管理,它只能是电脑的服务,或者是软件的服务。 那么参加阿里的邪院,也只能是一些通用的,或者常用的。 放置四个孩子,而且都可以通用的那些经验去做的业务。 并没有一些,我今天是卖皮蛋的,我是卖服装的。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业务培训。 那么只要我自己给员工培训。 第三个,在业务处理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这个网上,和我一样,都希望阿里, 用这些条件通过这些网络过来的,互联网买来的。 所以你们的公益高工,我们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机构, 或者是这么一个服务队,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公司在国外有很好的知情。 哪些公司在国外有很好的知情移动, 那比如说沃尔玛,也比如说,其实有名的公司我们都知道。 但是有很多公司,我们是第一次打招道, 并不知道这样的公司的好坏。 宁可阿里给我们付费,我们也可以认识。 但是没有。 所以再做网上也好,包括我再好,包括我也好。 我不希望,那么这下没有难受的声音,这是一句口号。 我想这是你的目标。 那么我们在座的网上肯定会有这样的困难。 那么这个目标,可不如以后有更切尽的一些措施来实现。 谢谢。 谢谢。 因为你如果每天收到很多邮件, 就像我们公司每天会碰上很多很多的机会一样。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学会对机会说No, 判断哪个是机会,哪个是灾难。 这是肯定要做到。 我想我每天收到的email,如果加起来至少有五百封。 每天至少有五百封。 但我必须明白什么是垃圾邮件, 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有用,什么是紧急处理, 什么不紧急处理。 这是再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 你说这个管理中有很多是放置刺害而坚准的规则。 我想告诉这个所有的创业者和所有的管理者, 所有的管理规则, 基本上都是放置阶害而坚准。 你去把它做出来, 踏踏实实的错误, 你就会成为成功。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 我一直不能理解, 为什么打仗要走, 骑步走, 我向右转啊, 又要拼刺, 这个去管用不管用。 后来有个将军告诉我, 如果你这些东西不会做的话, 你永远一定不会当个好兵。 所以有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说过, 你懂, 但不等你会做。 做了不等你做得好。 其实我觉得阿里巴拿这几年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这些管理的经验, 我们真的说到了去做。 比方说在说了, 规定做得很好。 我们为什么提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生意, 是作为一个使劲感。 因为我们指导自己员工和公司的战略, 一切围绕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如果说我们有任何产品出来, 发现这玩意跟我们客户做生意, 一点好吃都没有, 那立刻拿掉。 这是个指导方针方针。 至于我觉得呢, 阿里巴拿去那是七年, 要走的路很长。 想法很大, 因为这个使命是很大的一个使命,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如果老牛的人让天下所有都喝上牛奶, 对吧? 这是个很好的生意。 喝了牛奶, 这个就不像我这样。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说我这个牛奶不喝牛奶, 我给老牛做个广告, 喝牛奶还不喝牛奶还真有点, 有点不一样。 我儿子中年14岁, 他长1米74, 我呢, 所以我看着我爸, 我说我把儿子养成这个样子, 你把我养成这个样子。 他看着区别是什么? 喝牛奶。 有一点。 对吧, 你当时的任务, 我觉得一个使命, 当然, 所有人这么做的话, 是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一个使命提出来需要去做, 需要一点一点地去做。 包括公司里面, 我们说管理。 管理其实很, 要说很复杂, 要说简单就是很简单, 你一旦制度定处以后 就踏踏实实去做下去, 你就一定会有效果。 谢谢。 谢谢老总 最后一个问题 很幸运我是一个最后的提问者 同时我的问题比较冒昧 我想问一下这次的牛马大会 是不是两位老总 让阿里重分的一个契机 同时如果牛马真的相及的话 我想问两位老总会让 生出一个怎么样的孩子来呢 其实遗传学动物学 这里边比较难找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马和驴生的是罗总 这牛马生的是什么呢 目前好像还没有先河 那么当然我是马赢的大哥 因为我得先他得后 我是58年出生的 他是64年出生的 我是大哥 第二呢 这个小马和老牛呢 在一起经常有活动 大家就是长江商区院的同学 所以呢 两个关系呢 比较默契 这次呢 他在开马商大会 第一个跟我打商户 说能不能来 我想办法 实际上你这次给我在补赏一年 因为欧洲改一次飞机票 需要好几万块钱 原来订好机票会了以后 我再改成你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特别愿意做这事 因为互相之间呢 他的行业产业 跟我这个行业产业 临着特别有缘 所以两家呢 做什么事呀 或者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小 至少从我这儿觉得小 至于马赢遭有企图那是另一回事 因为有一次 在乌台杂志上让我们俩PK一把的时候 他就把我收购了 当时现场就收购了 所以我想的话呢 做网络我不行 再做牛奶我看到你不行 所以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牛 我觉得老牛为了这次 这个到杭州来 参加我们这个论坛 给网上做这个交流 付出了很多很多 这个 我心里真的蛮感谢 就像老牛 老牛刚才讲 才具人善 对吧 才善人具 我觉得老牛今天 对我的感受也一样 他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坚信 老牛是说到做到 这是确实说的 我现在把老牛 请到这里来的 主要的一个想法 其实创业的都是一样的 阿里巴巴的创业心理 我今天在那里讲 创业都是一样的 新经济 老经济 没区别 然后老牛都讲新经济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样 我们两个人的 很多的想法 思想是一样 因为我听过老牛几次讲 他永远讲任何东西 充满激情 讲到他的奶牛 很柔軟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体会 你要是不中断他 他今天晚上就可以 一碗喝牛奶 每个喝牛奶 他明天就不能坐在那里 养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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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激情是每个创业者都有 然后每个创业者都很拥有的 聪明和智慧 从超明 你想想看 网络公司 中国这两年网络公司 总算热了了吧 但每一家网络公司 这么时尚的网络公司 居然没有人想到 超明 这么时尚的一个活动 所以 智慧 创业 勤奋 老牛我觉得 这么勤奋的 所以 我今天把 老牛请到这儿来 先告诉 创业者 都是差不多 可能走的路不一样 但是呢 创业者 IT里面 必须学习 传统企业这种 渣渣 说实 扎实的作风 而 这个传统企业的 很多的机会 如果你想脱颖而出 也必须使用 IT的一种技术 在思想 其实共通的情况下 手法不一样 所以我的内家权 和外家权 真正的高手 都是一样 必须是内家 和高家通的人 才能够成为 武林高手 他说他只能是内家 他只能外家权 我觉得这很难成为高手 所以我们想 这次网商大会 大家都是这个 都是商人 大家都是创业者 我们希望以后的 网商大会 我们每年能够 请到这种 当然请到像 刘登真 这样的级别的人 不多 希望老牛能够 跟我们一样 经常来看看 我们网商这个群体 跟当年明创业差不多 没有关系 没有钱 可能中国最讲究 诚信的 一个三方 我觉得 就是网商 因为我们在网站上 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 你只能靠 一点一步的做起来 只能靠网上 不断地做服务起来 所以希望我们 每一阶段都能够 请到像 刘登真这样的一种 优秀的创业者 和企业家 把在做的所有的网商 能够越来越成 所以这次主题 是希望给创业者 一些思考 我们是怎么样 从小变成大 我们是怎么经营管理企业 包括他刚才讲的一切的企业文化 口号 都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不是搞大了以后再做 是像大家一样 很小的时候 点滴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起来 这样就不会变形 你对了说 等我搞大以后 我再搞企业文化 等我搞大以后再 那就变成口号 而不是文化 谢谢老牛 谢谢老牛 在这里我要代表大家 谢谢老牛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 今天的牛马相会会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 我想大家可能会 满足一个潜层的一个愿望 就是听智者交谈 可以让一世的人们 找到问题的一个答案 但是我想 如果是咱们看高一点 不发现智者的交流 交谈 它可能会释放出一种 独特的能量 去改变接近他的人们的 生活和思想 再次感谢大家 也要就刚才排队的各位说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有一个事业跟大家说 遇到难题 推荐一本书 猛牛内幕 很多国外的现在翻译它 也会做操作用的 因为我们要当时 最不坏人 最不坏男的一本书 糟糟糕 我今天就把档案室的资料拿出来处理本书 所以看一看 咱尽管 不敢用的 我们在网上见 从今天开外 去网上大会啊 我也去网上看一看 好吧 好 谢谢 哇 还没用 我今天就把档案室的资料拿出来处理本书 我今天就把档案室的资料拿出来处理本书 我今天就把档案室的资料拿出来处理本书